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连环坪都守不住 那么我们就完全溃败 一败涂地 我们的环境就完全没有办法保护 那更何况今天牵扯到的问题 绝对不单单只是环境的问题而已 更重要的是居民的生活 淡水的居民的生活 关渡的居民的生活 都会受掉这条路非常大的影响 战北道违法施工 战北道违法东宫 战北道违法东宫 救救洪祖林 救救洪祖林 救救淡水河岸 请贵宾洞金产 第一产 开定平安 新建顺利 第二产 电机速得 甘机底固 第三产 金石涌护 电机成功 一切都依所相关的规定 绝对我们中国观点 我们当然可以体会环境 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毕竟如果这边再继续的塞车 救救淡水河岸 造成的淡水河岸 战北道违法施工 南北道 所以我们是在两者区区均衡的状况之下 一记保护所有的生态环境 也做好这些什么工程的一些建设 各位可以发现 今天的开工典礼 没有我们淡水当地的民众 出来聚集抗议 没有人出来绑 布条 没有人出来 救救淡水河岸 没有 我们淡水民众是全体的支持这条道路 尤其我们没有伤害到一棵红树林 原来河边的自民族步道 又保持完美无缺 还可以把以前 没有完全修缮地做一个完整的修缮 所以会比原来自民族步道更美好更漂亮 然后洪树林不受影响 我觉得两者之间可以取得一个最佳的平衡 大部分都是居民来申援 而且我们的动员完全不是非常具体的 就是打电话或者是向他们用装脚去动员 我们在统立上要透过一些公民的讯息 消息这样的故事 就可以看到这种这么多的秩序 如果是客战又会有客战又多 然后只有拆了又快 那真的是非常盲目的事实 因为今天在现场的成员 大部分都是自动自保跑来的居民 今天改下去的话 以后整个环境都过来这 环境一破坏的话没有办法恢复 影响我们代代主生的生活环境跟空气 一方面淡北道路会破坏淡水河岸的生态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淡水河岸是整个大台北的生命命 如果它的生态被破坏 那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另外一个是淡北道路根本不能够解决淡水的交通问题 它只会让淡水的交通问题被推到其他地方 尤其它会影响 它也会让整个车流回堵到淡水市区 所以它没有办法解决交通问题 它又造成这么大的生态破坏 而且它等于是在鼓励更多的小行车 制造更多的问题 所以淡北道路是一个完全不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反而会制造更多问题 环保人士的意见我们听进去了 环保人士的疑虑我们理解 环保人士的要求 后来环保署的最后有条件统一动工 也都组成监测小组 我们现在都也造常遵守 而且我还经常跟里长们讲 我们大家要共同来守护淡水河 守护同处 要把这条道路要能够把它完成 而且要跟自然的警官保持最好 淡北道违法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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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求的很简单 我们要求就是 新北市政府必须 开始跟我们开始对话 开始沟通 所以一方面 透过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已经司法上 向环保署提出行政宿愿 向法院提出对环保署的行政宿愿 那这个程序正在进行中 那后面我们也希望 能够跟新北市政府沟通 他完全不愿意跟我们沟通 甚至每一次在这个问题上刻意的违避 除了这个之外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 所以请大家回去之后 把这个讯息 让更多人知道 让更多人开始关心